歡迎收看 食尚玩家的兩天夜高 什麼高 我跟你講不用大開場了啦 我們現在就直接去第一家店了 有大概的很浪費時間 我跟你講 這一次我們是 台北流頭女百分之百的 你知道嗎 所以人潮馬上就會過去 我們要趕快去搶先站位子啦 不用大開場 他有精采預告了 精采預告 他剛剛看到那個病毒 他就說 我跟你講 因為是我六年前來的時候 給了老闆很多的經驗 所以他現在才有辦法入圍病 老闆你知道 有時候也是節目效果啦 請問你來這家店 沒關係 我們你就這樣手抓著 沒關係 請問你來這家店幾次 很多次 很多次 常來... 你怎麼人家真是女兒啊 你怎麼人家真是女兒啊 沒關係... 不要打我吃飯了 然後但是有胖一點 我已經瘦一點點了啦 這上面是... 不是 這上面是野莓 不是桑聖 現在是用桑聖 之前挖到你是不是主廚 不是 我看這個就是桑聖 你還可以吃一多野莓 你第一次來嗎 不是 說那你來幾次啦 你是盤子是不是 來四次啦 但是才在五月才開 你已經來過四次了喔 那是什麼東西吸引你啊 沒有東西吸引你 你還來四次 你是老闆娘嗎 老闆娘 妳好 桑子...小姐 入食上玩家 你第一次看到蝦肉 你們是一個胖子 對 那個胖子 因為我愛吃生蝦 這姐妹去問嗎 對啊 那你們之前有來吃過嗎 有 我是常客啊 常客 對 常常回頭來吃 對 但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每一桌都會有一碗葷豆湯 比較是偏文青風的混沌 它可能比較不善良講話 所以你吃那種那種葷豆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是穩順喔 對 那種感覺 那熱門的是很有料的 是常客 常客 對 你們在住庫徑嘛 對 所以很新鮮喔 突然想說這溫度就會來吃 就來吃 對 你趕高鐵是不是 什麼啦 當然趕啊 等一下沒位子怎麼辦 沈哥 開快一點好嗎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的 餐廳是很多很多人 很多人 而且他這個2022年啊 就今年有得到 太快 太快了 必比丁 必比丁的推薦啦 可以啊 太... 所以米其林在更高一點錢 那必比丁就是1000塊 可以吃三道菜 三道菜 來... 快... 而且我來過 1000塊吃三道菜 1000塊可以吃到三道菜 就是難怪必比丁 就是介紹小吃啊 比較多平民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比較 因為你想想看米其林 很容易就是價位都會偏高嘛 我吃過米其林三星的 你可能介紹4800 你看 多有錢 來... 就這樣這樣 所以這像我之前來過 6年前來過 你到底有哪裡沒有來過 我跟妳講 我都來過了 沒有打巴掌這件事 這其實主題不一樣 他就是有聽我的建議 所以他今年才拿到地比丁 對 你看 等一下我們繼續老闆 要鋪紅地堂嗎 沒有啦 老闆 謝謝貴人 我開玩笑了 我開就沒有啦 對 你看地比丁 你就真的 你看 怎麼那麼多 你拍一下停車場 真的超過的 現在才幾點 人就那麼多 全買 而且今天是平日喔 我怎麼還沒上去 你不是來過嗎 我來過 但我們應該不能先上去 就知道我們來過啦 來...在這裡... 這老闆 老闆妳好 老闆妳好... 好 很久之前來過 然後你們今年又得到 比比這個推薦 好 妳就帶我大姐 我一定要跟你說一句老實話 他剛剛看到那個比比 他就說 我跟你講 因為是我六年前來的時候 給老闆很多的建議 所以他現在才有辦法 入圍比比的 老闆妳知道 妳錄也是節目效果啦 我只是開開玩笑的啦 我知道錯了 妳的東西真的很好吃 像是光線他把排行榜都寫在這裡 所以白斬爐藻雞是第一名耶 我覺得脆皮雞跟白斬爐藻雞 有什麼不一樣 在爐雞我們是用那個 爐子下去扛的 對 然後自在之前 再用熱油泡的雞淋醇 對不對 然後白斬雞就是 脫光光 脫光光 什麼都沒有這樣 對 店內用品 對 外帶也很便宜 他們就交給你自己 好的 那一桌好不好 好 我們期待被你處理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 有沒有看到好想吃 對啊 先吃嘛 但是因為鑑魚有 你剛剛有說 或是一千塊 可以三道菜 三道菜 就是這三道菜 白斬雞 大混蛋 再加 超混蛋 超混蛋的雞 大混蛋是你家的 超混蛋 超混蛋 你看 對 找不到臭豆腐 找不到臭豆腐 但是如果經費再高一點 可以再加一個 加雞湯 而且在這邊推薦大家 這東坡肉也是要點嘛 你要不要吃一下 我要吃啊 你看它的招牌白斬雞啦 你還掉下來了 而且這最棒的就是 醬油辣椒 我今天吃原味的白斬雞 招牌第一名必點的 各位自己養的雞喔 看就這樣子 這感覺上說這隻放生雞 你每一天去運動完之後 回來的人幫他按摩 放下 沒有... 它不會讓你就是很難咬 然後打牙縫 冷剋牙的感覺 沒有 哪一塊比較嫩 是我給你的雞胸肉 還是你剛自己夾的那一塊 應該是說它的雞胸的確嫩到 有點下 都有點像是酥肥那種的 但是有水分耶 對 酥肥仿那種的雞胸肉 所以咬下去它不會乾澀 然後它的雞腿是屬於油脂 再更多一點 然後肉再更緊實一點 它的辣椒醬油好好吃 你喜歡是不是 對 你這喜歡酒辣辣 小辣麵 大辣麵 老辣妹 辣媽 來... 辣媽吃吃看混蛋 因為我這樣子看 我覺得它的蛋有點像是 我們吃炸蛋聰明群的樣子 它是油鍋的時候 把蛋直接打下去 所以它外面就會有一點 像是那種蛋酥的感覺 但是搞不好 它這裡面蛋黃是會流出來的 這應該很香吧 是嗎 真的流出來了嗎 對啊 你看 這一道是我非常非常期待 你喜歡吃臭豆腐嗎 我喜歡吃豆腐 但我不喜歡吃臭豆腐 我超愛吃臭豆腐 有越臭我越害 你看這個白白的喔 這它臭豆腐在哪 是臭豆腐 它把它弄碎了 然後它就去炒是不是 對 那你看這一塊 是油條 你覺得我要一口吃來再拌拌嗎 我覺得觀眾是肯定一口吃 這感覺在底下放了20年啦 這一道是深得我心 深得你心 又愛辣又愛臭味的人 就可以來吃這一道 冬鍋肉嘛對不對 對 來囉 而且你們過年 就這一塊就要吃一個月了 對 對 剛好 對 應該是每六五小時 那是化胎的感覺 化胎的感覺 而且它的 感覺肥油這麼多會很油 沒有耶 它反而是滿滿的膠質的口感 喝熱湯... 吃到肉嗎 吃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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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老菜脯 怎麼會有點醬油香味 應該還是有醬油 因為你的碗剛剛是不是有那麼多控罵 我看你的控罵很油很多 它怎麼會有醬油香味 但它的味道跟剝皮辣椒雞 有一點點像 沒有辣而已 對 我剛剛大概幫你算過了 如果我加這一鍋雞湯 三個人來 一個人也是五百 加雞湯這樣大概一千五百 對 三個人 對 那OK啊 所以我的魚皮裡面也是可以的 對 OK啊 所以我的東西才會高啊 所以剛剛我們問過 有一些第一次來的 他們女生說會 之後朋友要來也會這樣 對啊 OK 快 來 馬不停停 我跟你講七山路下來 我們直接來到這個 文化大學美居宿舍這邊 你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有一點躁鬱嗎 沒有躁鬱... 因為這邊我跟你講 這家我查到 五月才開的 然後它是蔬食料理 人很多啦 回頭率很高 我跟你講 所以我們要馬上前往 OK 對啊 不然又沒位置了 對不對 這就是平日耶 我跟你講它就是可怕在這裡 假日你排隊要排超久 平日也要排隊 但是可以稍微不用那麼久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去看 有多少人在騎摩托車 都要趕快要去那個地方 這家 我跟你講 Happy Bird 蘇食料理 其實那也可以做一個環保的 那種概念 對啊 你怎麼知道 這家店這麼有名 我當然知道啊 我與這裡最近的距離應該是 遭君的時候 20年前 20年前 因為秘密花園就在這邊拍的 對啊 而且它是不是 現在都弄得很好 來到這邊都很放鬆 甚至這邊也有民宿 我們之前有拍過包洞的 也很棒 他們的附地都很大 就像湖外一樣嘛 對 就是這樣平房這樣 你好 不好意思 現在還有位置嗎 好像有啊 定位啦 有啦 有啦 你看 時尚 來 那我這車不用騎那麼久了 好啊 這邊去 妳這邊去嗎 定到3點半 4點20都有耶 對啊 很爛 它是它在短還是我咒暑 它在短嗎 你咒暑 我咒暑是不是 人家這種蔬食料理就是不一樣 第一 節能減碳 真的跟我一樣 一直都不一樣 怎麼說 它把那個殼尖全部打掉 對... 然後就做成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做任何東西你都看得到 吃起來也是你會覺得更好 其實它這邊不只那一區 這邊也有這個戶外區 這邊我覺得就很舒服 因為這邊的戶外區 是有點類似小沙發 然後有幫你遮陽 對啊 有啦 你看上面 有蒸雨棚 然後你看 這樣自然的風吹起來的時候 在這邊享受就會很舒服 要問一下客人嗎 好 我問一下客人 客人就會問到老闆囉 你好... 你一直來嗎 是 你來試了 這是日子嗎 有嗎 是... 怎麼會想要弄蔬食啊 我們覺得現在後疫情時代 然後我們覺得應該做一些 不一樣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希望推 尊重包容 愛自己愛地球 除了健康之外 是 重點是好吃的 對 好吃的最重要 對 老闆一定會說 自己的東西好吃 老王就賣瓜嘛 你試了就知道 是桌邊服務 對 我們這個料理很特別耶 請問這個是什麼 前菜的概念嗎 這道菜名叫 它有12種蔬果 然後4種不同口味的醬料 所以調料也是你自己研發的嗎 對 我們自己設計研發的 這是義大利油醋 很經典的義大利油醋 像這個是荷香胡蘿蔔醬 特別設計給 不喜歡吃紅蘿蔔的 是 那裡面我們有加了 新鮮的香吉士跟一些醬料 是 這個是芝麻醬油 那我們這一道醬的設計就是 我剛旁邊有兩個葉菜 它是黃金菜 它滿酷味的 這個是芒果辣醬 對我們自己的 芒果辣醬 那吃這個是要蘸什麼 這個其實可以先用生菜去蘸 那顧什麼 顧正宫 顧正宫 沒有啦 吃的不會有小事 吃蘿蔔 我吃我們特別設計的 不敢吃蘿蔔 你真的是很奇怪 你是不是想要給它弄成 像生鮭魚一樣 對 這看起來很像鮭魚 加起來就是 我剛剛還想說 你們不是蔬食嗎 就想到 來... 這邊還有 不要緊張 這邊還有喔 剛剛主廚說 我們可以先試試看原味 對 胡蘿蔔就是一個紫容性的東西 它就像用油去炒 它才會把它的甜味炒出來 你身為主廚這還要我教你嗎 我可以再吃嗎 我個人覺得很美味 但我覺得你應該接受不了 因為胡蘿蔔的味道很重 我是很想要攻擊它啦 但是說真的 胡蘿蔔因為它會有很濃的一種 它特殊的味道 但我不知道它外面裹的這個是 你剛剛說奶油 或者是一些什麼的醬料 新鮮的香草 所以說它好像有點把它轉換成 一種乳香味的感覺 對 我可以接受耶 你可以再試試看看 另外一個芒果辣醬 可以用各種的食材去搭配 所以你現在有12種蔬果 你4種加了 也就是說我們這一盤有48種 搭配的方法 可以你這樣搭配 但是水果我建議不要 我現在吃櫛瓜 每一個櫛瓜 我們的味道都有設計過 好好吃喔 好吃耶 很爽口耶 好好吃耶 吃這個黃乳菜碗 好好吃吃看 部位嘛 這薑很多耶 這不只部位吧 這連身體都調 韓性都調到變溫暖了 有點好像我們以前在吃番茄 南部的番茄蘸的 你說那個醬油膏 然後弄點薑 然後用點糖那樣子 最傳統的那種 我們對人覺得很好吃耶 很好吃啊 不好意思 還有什麼要吃的嗎 這個很像韓式炸雞 那你花葉菜會先炸過嗎 所以我們在國我們自己做的 這樣子乍看真的還會有點原始 感覺很瘦 對啊 我覺得 不好吃 這個有得分 有得分 這個就是我們在韓國吃炸雞的味道 就是沒有一樣的 真的 它外面的味道 吃在吃下去的時候 裡面的花葉菜 它還會比較有一點脆脆的感覺 他們這邊其實你想要吃 什麼通通都有 甜點的食物都很多 什麼布丁 飲食可送的 是飲食 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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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上面是野莓 對 不是桑聖 現在是用桑聖 之前花道 你是不是主持人 不是 我看這個就是桑聖 你還不質疑說野莓 我們之前用桑聖 你老實講你是不是粉 你到底是爹米 我們之前吃過南梅啊 桑聖 這有點像我們在吃那個 麵包粉 卡仕達醬 對... 對... 類似啦 口感類似 口感 來... 幫我倒一杯咖啡 對 這咖啡也是厲害的喔 我們都有提供兩個杯子 寬口杯跟宅口杯 我要寬口杯 好 我們如果今天用寬口杯喝起來 它入口的角度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你會喝起來 你會覺得喝起來比較溯口 但是我現在跟你們講說 一個四星的吃法 好 對不起 這樣子 現在歐美很流行 直接這樣 真的假的啊 真的 所以你剛剛說 寬口杯入口的時候 比較幅度比較大 對 所以它等於是說 就是觸及你的舌頭的時候 對 它主要會往兩側走 所以會讓你覺得 它入口那個平均在散掉 所以你會覺得喝起來 比較順口一點 但是窄口杯的時候 等於是強烈的濃度 是比較鑽進去的 對 角度比較香 所以你會覺得喝下去 味道很激動 香氣比較多 就像我周星馳有教人家 喝紅酒嘛 要醬喝 捲起來喝什麼 捲起來 真的喔 因為味覺酸的 是不是在胃舌頭的旁邊兩側嘛 所以說你把酸提起來的時候 你都只是喝紅酒的甜跟香味 那我們現在想要看你這樣喝 胡蘿蔔汁 我跟你講它技術這麼好 這一定喝不出來有胡蘿蔔味嘛 對不對 很好喝耶 很入味 這個真的有胡蘿蔔喔 有 滿好喝 對 所以剛剛跟你說一樣 胡蘿蔔經過加熱 或是經過高速研磨的時候 它的甜度會出來 所以你會喝不到還好味道 所以你是用研磨雞 對 那我們最後就用我們的甜點 結束這個Party 妳很餓喔 我跟你講 來到這邊就什麼都要試啊 我跟你講我這上面還有薑 我會來試試看 用薑吃檸檬塔 麗芹 這個可以啦 麗芹煮廚吃 煮廚的嘴巴是最... 它是...它一定會是... 不是 你這也太大了吧 你是要開Party喔 不是... 很大耶 太扯了吧 不是樓層越高越好嗎 你看那個大到 可以在這邊辦外匯耶 是耶 真的可以嗎 我覺得煮廚吃 煮廚的嘴巴是最... 它是它一定會試味道的 這個味道 真的 不白喔 真的 可是我覺得蠻好吃的啊 對啊 所以它這邊其實有很多東西 可以選擇啦 好... 今天是要做好囉 謝謝 好 菁姐 來了 你要關起來啊 你削我毒幹嘛 你要關起來嗎 你要關起來啊 你就停下來就好了嗎 來 各位就是這裡 北投的一個飯店 泡湯的地方 你不收我約到日本 我跟你講很舒服的感覺對不對 濺蒙是比較代表日本 對 就是很有那種文化季的感覺 重點是這邊回頭率很高 我本人回頭率很高 來到北投這邊泡湯 就是要來之後你看 有點隱密性的感覺 有點像一個山底的感覺對不對 可是你真的是蠻隱密的 而且你看它 就像你講的 它這個燈籠有日子的那種感覺 今天房間好像有 比較有那種合適感 但我覺得這裡很適合 如果你想要一個人親近 或是只想要跟女朋友相處的話 應該算蠻有 那種風景景 就是比較有一點自己的空間 對 私人的空間 妳好 我們現在直接拿房卡囉 好 我們現在拿到兩間不一樣的 房間你幾號 51011 1011 這完全不一樣耶 一樓跟十樓的區別嗎 來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走 要先看十樓的還是一樓的呢 好... 好啦... 來 妳要讀什麼 玩什麼 黑白菜 黑白菜 1011先 1011先 所以這邊要跟我換房間 沒有啊 是這邊一樓 是一樓 這邊是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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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耶 這邊是一樓 右邊 好 跑跑上去也在這裡 這邊有搭檔 好 還有VR遊戲區耶 怎麼去 你們是找日式館嗎 你們是日式建築室設計 難怪 各位 選邊間肯定是比較大 當然啊 可是問題是你看 妳看這個數字 妳哪知道妳的是不是邊間 邊間 我當來玩也之後來邊間比較大 就去10109 101邊間喔 誰知道101邊間啊 對 對 邊間啊 再被蒙過去 不是在這京都了嗎 榻榻米的香味耶 等一下 很大耶 對啊 有沒有看到 這是完全日式的耶 榻榻米 你看它還有這種拉門 棉被在這裡 棉被吧 它會幫你準備床 真的 在這裡耶 你這也太大了吧 你是要開派對喔 很大耶 太扯了吧 不是樓層越高越好嗎 你看那個大道 可以在這邊辦外匯耶 真的耶 然後你還有一個這麼可愛的 很小怪在這邊 還可以坐在這邊泡耶 對啊 你心情不好 所以我幫你開一間啦 好 這就是睡覺的空間 對啊 你看兩個人... 把桌子移開這樣子 兩個人移一個 對 如果是我會四個人耶 比較溫暖 OK 怎麼樣 你真的說有必要這麼大嗎 這還可以睡一個人耶 喂 誰要睡這邊 哇 它電話就可以睡 這很大耶 這廁所也太大了吧 真的 你看你外面有一個室外泡 對 裡面的泡湯也這麼大 而且它裡面兩邊互通 對啊 然後又有泡溫泉 都泡冷泉 自己在房間就可以散了 錯 它有溫泉 山泉跟熱水 放什麼 這裡放在外面就是風格耶 那我出來要看嗎 看喔 不是每次都有四到六個人 我們每次都兩個人對不對 對不對 150 19 怎麼樣 不要這樣子 不要碰我 我跟你講公司 你這樣繳的那個 那個比較什麼 彎領費比較貴 對 而且我跟你講 我這個人是喜歡 溫馨小的房間 有消班耶 也是不錯的啊 這個大小小 我喜歡這個 很大好不好 也可以 這很大耶 雖然說不是榻榻米的 但是木質的地板 你看 新有一個客廳 然後也有那種合適的感覺 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沙發耶 對啊 而且我這個沙發該不會是 還有山景啊 你看 哇 四人房很大耶 對啊 很大耶 這邊具有在這邊散開的 對 這個應該是要跑的 沒關係啊 你看 很棒耶 還有一個泡茶的地方 對 像塔塔米那樣的感覺 好棒喔 旁邊有人嗎 看不到 沒有 沒有 邊接拿來這樣 這邊泡茶喔 就這布拉蓮子 應該也沒有人看得到 沒有人看得到 但是我今天 其實我曉得這個 這個是什麼功用的啊 這是洗衣服的嗎 不會 這是什麼功用呢 它是冷水鍋 就是你在泡茶的時候 很熱的時候可以 停一下冷水 這樣 摸的嗎 一種摸的 熱質的概念一樣 我在想 可能他們在泡茶之前 就先把冷水放好 就不需要等 因為你在怎麼樣打開 還是需要一個時間嗎 就直接泼喔 泼喔這樣 這個房間大 附的水就是不一樣喔 有八瓶水 以及很棒的 咖啡雞 他們到底去哪裡 可以買這麼小包的 剛剛好的 對啊 就是在這當宵夜 然後大賣場 對不對 吃一點都不會覺得有這個 所以他們這邊其實很棒 有很多小零食 會不會它冰箱實在有更厲害 香檳啊 紅酒啊 真的 有可樂啊 寶寶你誰得啊 你跟我一樣 有強迫症要把它擺正 對啊 因為我剛剛看寫寫的一個輸入 如果還可以 我就希望它比較製作 真的嗎 真的嗎 好奇怪 我家最近剛搬了 然後沒有時間整理 可以去幫我整理一下嗎 什麼意思 我家 好 我家 拜託幫我整理 妳在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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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招待妳住一天耶 那妳要陪我誰 我是說 我是說故事跟她 陪她聊走話故事 好不好 請妳離開我的房間 這就是我的 對喔 好啊 對 好不好 怎樣 什麼意思 樓下那間有點大會怕 我真的沒有看到有人會怕大房間的啦 出外景可以游溫泉可以泡 就是舒服 我不是跟你換房間的嗎 你又是在跟我測我的 你看到什麼 我泡那麼久了耶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剛剛不是去小禹說大房間 怎麼會有人怕 對啊 其實你跟住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有點寂寞 然後就一起泡嘛 我跟你們介紹一下白黃泉 白黃泉有什麼樣 白黃泉它就是 聞起來它會有淡淡一點硫磺味 但是白黃泉它是 你泡熱的 一定也可以促進你的洗衣熊 那白黃泉可以讓你的那個角色 對 就是幫你淡化它的意思 這樣可以淡拌嗎 淡拌呢 泡泡泡泡 你知道嗎 我的臉像 然後超白的 超白的 超有效的 但是北方就是這樣 來這邊泡湯就是舒服 你看 你現在是沒有開冷氣的對不對 這時候你看 把空空打開 享受著自然風 泡這個熱熱湯 好舒服 再來一罐啤酒 Oh my God 你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大會怎麼會想的 你不知道現在看到酒 會不會酒精會有一點點 齊齊 聽到了喔 聽到了 聽到了 現在可以改訂 等一下 下一次 再一次 你知道我排了多久 才有一次泡溫泉嗎 多麼舒服的享受 你看 我跟你講非常特別是什麼 因為他們的主廚是香港的 是 所以你看到這些做到所有的 都是用他們個人的發想 你要吃哪一個呢 這是... 我們先喝熱湯好不好 好... 湯就是要喝熱的 我剛剛看你拿鮑魚 我很怕你就是把鮑魚拿起來 吃蘿蔔絲那種 包湯... 你看很清淡 可是什麼層次都有 對他們弄湯就是很... 它不會讓你覺得 整個湯是很油膩 但它的味道都會是很厚實 應該說喝湯最怕油就會怕 你看 感覺到一點油都沒有耶 所以我還是做一集就是 我要吃美食之前 我都要跑步機先跑 消耗卡路到500才能吃 這不會啊 這還好啦 好 找鮑魚... 鮑魚嗎 新鮮的 吃得酷了 然後它的口感很好 而且它會帶一點酸 然後因為涼拌的時候 在這樣吃的時候就很開胃 這鮑魚的味道是你先生最愛的 他們自己在家裡做涼拌鮑魚的 酷耶 那你覺得它做出來的涼拌鮑魚好吃嗎 我覺得像鮑魚做的好吃一點 所以它不只會中式 它連這種海鮮 它也會這樣子做一些涼拌這樣 對 它會就是一次就可能弄個15顆 這麼多用啊 你們吃不完耶 它就放在夾鏈袋裡頭 然後湯汁泡在裡面 那可能很好吃耶 用式的都會夾出來 對 我覺得他們都有因照那個季節 去做不同的食材那種轉換之外 它也會繼續到 你看像秋冬 秋季的時候 人漸漸有風 會開始有點冷 在他們這個荷葉抱裡面 它就特別加了那個薑 對 跟麻油 麻油 對 這個麻油的味道很夠耶 它這聞起來好像那種 傳統煮飯的那種麻油香 完蛋了 怎麼了 好好吃喔 因為它會... 它有薑跟麻油 但它不會膩 不會太多 你知道麻油多的會苦 對 然後它是美麗的口感 就是那麼剛剛好 不會黏... 粒粒粒粒 對 它會有點兩次 好 春雞嘛對不對 對 這個雞像炸的要用煎啊 這麼脆 這應該像炸的吧 春雞... 我覺得吃雞腿就是要這樣 這是不是像油空雞啊 好像有一點 它這皮很酥脆 但它香腸都還在上面 它外面裡面是兩個世界 真的 外面把皮的油脂收得很乾 然後剩下那樣 會透光的那個薄皮這樣 當然裡面的時候 其實肉汁蠻多的耶 而且肉好嫩喔 還是吧 正直青春期的時候 還沒長大的時候 它是胡椒鹽在那裡 很好吃的 提味 而且這樣也蠻享受的 你看 先去忍的時候來泡湯 然後把蔥打開 等一下風吹進來 然後這樣享受這樣泡湯 然後接著下來 一波二十就給人家 滿滿的營養的福音 咖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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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真的好滑到來耶 對啊 謝謝余余 一點多耶 我都可以吃完 都要這麼久 怎麼可以吃完啊 什麼東西 那妳氣消了嗎 沒有 所以我用... 那妳氣也是氣滿久的對不對 對啊 所以妳在裡面 問裡面啵... 不是... 不是 我跟妳姐姐 而且我找了唯一來 這樣我跟班 認真 所以等一下是他串啊 對啊 我先跟你解釋為什麼 我們已經串到回來又這樣 是因為今天中午其實是沒開 所以老闆娘很熱情 他知道你來 你是他的偶像 所以他就準備了特別多道菜 然後我們也是盛情難去 就只好拍嘛 你是老闆的不效果嗎 我不是啦 主要是你看 他今天沒開啊 他還是有很多... 很有耶 那是他的回頭客嗎 應該是回頭客 所以我就是經過 那怎麼有看耶 中午怎麼有看 加...這樣子 有啊 你看 只要唯一幫我錄啊 好煩喔 真的啦 我有吃過啊 妳家 我沒有吃過啊 妳有吃過嗎 妳今天來到怎麼幹嘛 妳是不是來秤飯的 妳是不是就是很明顯 我知道我... 我剛剛要請他來幫我戴飯 是不是戴三七 妳看誰都會說 我一來就說我秤飯都可以 這邊就是一個 很像越來越紅的 之前我就來過了 我老實說 我確實有看你帶另外一個女孩子來過 吃錯 跟妳講介紹一下 好 地點都不會變 但是我會帶妳去另外一個地方 像上次我跟她來吃喝下午茶 我有你的意思了 妳是說這個地方很大 好 妳之前叫他來自到A區 妳才叫我去B場 剛剛請他來幫我戴飯 是不是戴三七 妳看幾個都會說我 一來就說我秤飯都可以看 對啊 妳看起來真的要來吃喝 對 妳看看這邊的菜好豐盛 滿滿的一桌菜 妳看... 拜拜 今天中午沒開妳們怎麼會來 妳們是不是老客人 對 真的喔 非常好 妳們常常會來吃嗎 對啊 或者是有朋友來北投妳們 妳們也會帶他們來這邊吃 會 因為一四層廚物屌住這樣 對 老闆娘超Nice的 對 真的假的 都打五層這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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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也在想吃這樣 你好... 妳好... 歡迎... 妳就一個人忙出來嗎 沒有... 還有師傅有他們 他們休息 哪有 有 我一個人哪有辦法 會... 有沒有聽到中間的一個說法 誰啊 我說你一個人弄出嗎 我一個人哪有辦法 我一個人 可見他身影有多好 對... 因為這樣來不及炒嘛 你看這些菜單一個人 真的不行了對不對 而且它就是門面 又這麼漂亮 我的天啊 熱情嗎 熱情吧 太熱情了 熱情才給這麼多道菜對不對 每一道菜的份量都很多 對啊 所以如果你們是只有兩個人來 其實只有兩個菜 然後點杯啤酒就可以 爽快 所以說來這邊吃 就是你同樣的價錢 你可以吃到更多樣的菜色 對 因為老闆娘 它是韓國華僑 所以你看它小菜都是偏 偏的海式 海帶牙 豆芽 這是泡菜 講到泡菜厲害喔 各位 這個泡菜 店內限定 對啊 很多人吃完之後想跟它買 不給賣 沒有... 不外帶 老闆娘都是選用那種 韓國來的大白菜 然後自己一間五十雞 它就不單賣一點 不想要先吃三中雞 這三中雞我覺得它好像 跟焦麻雞很像 這遠遠的看 我還不知道它是雞肉 真的 有 你是在碎的 是不是雞腿肉 我看到有骨頭 對 這道菜全部都用雞腿肉 然後它底下就是滿滿的蒜蓉 然後再拌這個小黃瓜 解膩 解膩 來 好滿足喔 是不是要找那種帶皮 對 旁邊就有一塊啊 對 然後要沾那個醬汁 它醬汁真的酸酸甜甜 這個 它的皮是不是有抹一些什麼東西 吃起來有特別香味 風味 老闆是韓國華僑對不對 對 它不是一開始就會做菜 對啊 它自己學了好久耶 自己心不摸鎖出來 因為要吃 你要吃哪一個 韓國人最愛吃 醬蝦 醬蟹 來 水餃來了 水餃 水餃放哪一個 這嗎 水餃 你剛剛買說我吃醬蝦 你是... 可以啊 還是比較肉質的 這個是天使紅蝦 天使紅蝦 你還選那麼好的喔 對啊 這個一定要那個 通常人家做這種 就直接就買白的生蝦而已 因為它是生的嘛 你一般的蝦都會有心味 各位 整天講得瘦 對啊 這個天使紅蝦 對 入食尚玩家 原來我第一次看到蝦 這麼的氣氛 對 因為我愛吃生蝦 它就已經在教我的時候 可以說我喜歡生蝦 這故事我聽了多次了 最有默切 我真的第一次做 這個第一次做 第一次做 真的 我騙你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你那個醬是用什麼醬 就是這個 一樣是用這個嗎 對... 它是種韓式辣醬 韓式的 一般這種醬蟹不是用醬油嗎 你是用韓式的醬 韓式的它有兩種 一個是用醬油 這個是我用辣椒醬 你用辣椒醬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韓式辣醬的關係 它吃下去的時候 它只有那種韓式辣醬 那種味道辣的那個香氣 主要就是可能因為醬汁 會讓那個螃蟹的肉 吃起來更甜的那種感覺 然後口感很好 我在想 應該是因為他們的肉質 非常的新鮮 所以那個醬汁 把那個肉的甜味 完全都帶出來 對... 你們這個泡菜醬 跟我們一般台灣人做的 泡菜醬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那個大白菜 一定要吃韓國的 一定要吃韓國的 對... 韓國大白菜 它比較脆 而且韓國大白菜是漂亮啊 很漂亮 因為我們一般吃台灣的 泡菜醬就是 就真的沒有那個脆感 而且它最好吃的就是在於 不是在葉子 不是在那梗的地方 它說就看起來厚 但你咬起來的時候 你那個脆藍啊 跟它那個辣度 還有一點點甜度的時候 配上豬肉這樣去爆香出來的 那種豬油都會要吃下去 在嘴巴裡面就這樣 會發了很多碗飯啊 這個聽說很厲害 怎麼這麼像泡抽啊 這個因為我剛剛有偷吃一塊 你會嚇到 你放到嘴巴你會真的覺得 老闆娘這個粉下很重 而且我跟你講 它下面有洋蔥嘛 跟洋蔥跟薑絲搭 這樣比較不油膩啊 一般餐廳的紅糕 厚度大概只有這個一半 而且量也不會這麼多啦 老實講 對 而且老闆娘都一定 煎起來要用三成多 就是因為這樣吃起來 它還會有那個油脂香 跟瘦肉的味道 而且瘦肉的味道 太貼鹹了 我們接下來吃一下 大家都推薦的餃子 可以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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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家鄉的味道 剛剛你的客人們說 你這個韭菜厲害的地方 在你咬下去之後 在嘴巴會噴汁 然後在裡面翻滾 我知道 這個好吃在 你看看 滿滿的料 然後我們一起來翻滾 來 預備 翻滾... 因為有時候很怕吃水餃 因為這個水餃 你只會有腥味 沒有 沒有 謝謝老闆娘 謝謝 謝謝你們 感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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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幹嘛 你中風了嗎 你幹嘛啦 你在想啊 你 不是啦 我主題是什麼 回頭率 對 回頭率啊 所以我家的回頭率 百分之百啊這裡 你這個叫回頭率啊 這個叫回頭率啊 就像一個人走過去 妳如果一個妹走過去 我跟妳插進得過 我會這樣回頭一直看 但我不會這樣啊 這也是一種回頭率啊 這邊就是一個 很像越來越紅的 之前我就來過了 我老實說 我確實有看妳帶另外一個女孩子來過 吃醋 請你 跟妳介紹一下 好 地點是不會變 但是我會帶妳去另外一個地方 像上次我跟她來吃喝下午茶 對不對 我懂你的意思了 妳是說這個地方很大 妳之前帶她來是到A區 妳現在帶我去B區 重點就是 她這邊除了可以吃下午茶 很好拍之外 是一個網美咖啡廳 越來越多人都會來這邊拍照 因為真的很舒服 這個是說想進來就可以進來 對... 其實是要買滿漂亮的 又來漂亮 然後像那邊就可以參觀七海運所 但是來這邊就是有一個 新的那種文創的感覺 像這邊有一個小商店 那甚至上面還有一個味道的地方 因為我帶別的主持人來過 我忘記了 所以上面還可以喝妳最愛的調酒 真的喔 然後那裡面還可以吃吃 有點中西合併的感覺 妳看 漂亮... 妳看 很多年輕人都會來這邊拍照 對... 他們就覺得這樣很舒服 妳都看到妳在那邊 對啊 然後這裡你看 整個店家裡就很放鬆 而且來到這邊啊 就在台北市中心 你就會覺得說 有一個區域可以讓我好好的放鬆 我覺得這裡蠻特別的一件事情 是 樹很多 但沒有紋子 晚上也有晚上的 下午也有下午的紋子 我拍一下把它弄得很像 這要給我吃喔 就是白色 白色是真的 真的嗎 真的嗎 很像耶 好喔 要吃這個 好 說實話對不對 大致上都還會有一些照片啊 原來電動車這麼少之前就有了 三十幾年前 而且還是... 是40年前 40年前 40年前 怎麼能說明那時候的相機 年代的痕跡 對 歷史的痕跡 比較糊 它就是這樣子 就會簡潔有時代感 這經國先生 為什麼受人民的愛戴 就是因為他都會很多事情 都會親自去幫忙 親歷親為這樣 對 親歷親為這樣 你看看是不是很舒服 有沒有 很美耶 我跟你講是不是不用去那邊拍 裡面這樣子拍都會很有感覺 而且他們的餐點也都弄得很漂亮 我就覺得這個白是什麼白 不好意思 請問這個白算是珍珠白嗎 蜜白... 會有些地方你太過於白 你就會覺得它的狀況像醫院 它不溫暖 可是它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雖然是白色 但它覺得很文青 它是用黃光去這樣子襯托 就是會暖一點 但是又有高氧的感覺 來... 請坐 讓我歡迎 珍珍珍 她有講話耶 妳送到嗎 妳自己拿 我知道了 妳別吹喔 東西有點重 好 然後再按完成 這很方便耶 完全DNA 掰掰 它有一個才能 怎樣 它會唱生日快樂歌 真的假的 真的 回去吧 乖 好 不可以... 拜拜 這是我們的金國麵 金國麵 在金門有一家店 叫長榮山西飯 然後裡面這個麵是 蔣經國先生最愛的 然後到最後就是金國麵 金國麵之所以有名是因為 它麵已經在金門啊 可是富士很缺乏 對啊... 然後大家可以吃一碗麵 就不容易嘛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就有一個阿兵哥 有一天他過生日 那個廚師知道 就是他一個荷包蛋 但是不敢讓大家看到喔 所以就把那個蛋藏在那個麵 在底下 然後阿兵哥就吃了 就知道就發現 荷包蛋 有個荷包蛋 吃到後面就有驚喜的荷包蛋了 而且這一碗的份量其實 不少耶 算大碗耶 剛剛我看了影片 我很久沒有一個影片 去金門吃到 應該就是那家 那個三西拌麵 那家的麵 它的上面其實是放高麗菜絲 可能在那個年代 物質比較缺乏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簡簡單單 就像你說的就是豬油 然後上面拌一些菜 用蛋絲醬 你等一下吃完之後 再帶你去那邊 他們有個酒吧 那你享受一下那邊 另外一種生活 可以嗎 也可以開到這整個園區 然後還有其他 來... 來... 另外一個地方 比較西式感覺的地方 而且還可以在這個下午時間 可以喝一點輕鬆的小酒 來... 你這很像房屋仲介喔 有沒有 看到最漂亮的夕陽 有看到 看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每次桌都會有去玩 餛飩湯 它看起來很期待對不對 對 它喝起來味道很好吃 有的嗎 剛好會綜合在一起 你怎麼... 你幹嘛 我跟你講喔 好好的幫你知道了 食尚玩家你看APP 推出獨家優惠卡 超殺的美食旅遊折扣 只是給我們食尚玩家觀眾啦 那我來講 師傅宇時現在訪問一下 食尚玩家APP吧 有沒有 看到最漂亮的夕陽 有沒有看到 你看多漂亮 在這邊享受 因為我好喜歡這種 戶外的環境喔 對啊 這邊甚至還可以包場 做一些你想要的 那麼小型的活動 調酒有沒有 甜點也有 這邊連酒都好可愛喔 這個酒不得了的 這個是他們跟20... 這是酒 對 這好像那種酒精燈的那個喔 他們的製造品牌 它不是跟2021 超酒冠酒 這樣就很厲害 去年的喔 對 然後這是第七艦隊 裡面是有請 那個機酒是請酒跟百姥 我覺得這個超不錯的 這是比較火香 對不起 我扭不開 比較火香是不是 對 有哈密瓜 哈密瓜 蘋果 它重點是有個自然耶 這個是很棒 蜂蜜 青蘋果 還有橙花雪 來... 我跟你講 我等一下喝完才會過得正常 我就不在念 靜 我們昨天沒有喝到滷酒 靜 昨天沒有吃到的滷味 雖然是果香味很重的酒 但是喝到它的酒精溫度了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滿心機耶 它這個龍眼它好像還有炙燒過 所以它那個龍眼的就是 你的龍眼味都香起來 它一直放在這裡之後 因為你在喝的時候 你這邊聞到都是龍眼的味道 但是你嘴巴是另外一種水果的味道 但是它那個自然味道 是很不著痕跡的 有一些些跑出來的 真的比較好 然後再聞一點點 就是滿香的 真的比較燙 對啊 對 我的酒比較阿美啊 我的酒比較特別 就他們自己 就是一般我們的薯片 都是買外來的啊 但他們是手工 手工的 所以每一片 都是精心去燒的 他們這樣做之後 用手工吃起來越好吃 那個越嘴咬起來越香 下去 還有最甜蜜的味道 好吃 Tapuchino 對 烏斯蛋糕 好舒服 好享受 我覺得我恢復正常 你偷我人一發 我覺得藍的 紫色衣服那位是 那不是妙茶的嗎 沈哥 你意思 樓師傅 然後那位帶骨頭在笑 你是好的 OK 妳好了 我好了對不對 我跟你講 所有的就正常 你又不要去又不找我 原來是這個 又要兜一宣 在打這一槍喔 來啦 就這裡好不好 這裡是哪裡啊 延平北路二段這邊 晚上會有個延山夜市 很多好吃的 而且這邊算是大同區嘛 很台北市 這滿是夜市 沒有... 大同區很早就開發 有個老字號的這個 台北人一定也知道 藝麵王啦好不好 好蜜蜜喔 這位80年老店喔 他就一直有一道店 那種藝麵 然後有很多小菜 甚至還有賣店 老闆這邊的藝麵 是屬於比較濕潤一點 算是濕濕的那種藝麵 對... 你好... 打好了 你們是第一次來嗎 對啊 真的假的 你有沒有知道這些店 剛好逛到一家 然後老闆娘介紹過來的 老闆娘介紹過來的 對... 其實你們常來這邊吃嗎 好 是長客 長客 所以你們是在住附近嗎 對 你今天怎麼有點麵子 我平常吃了 可是我吃比較滿多 對... 不會有醬跟麵子 我也不是超過60歲 對 你這麼年輕耶 你不要開玩笑我72歲 看一下62歲 對啊 對啊 你們最喜歡什麼小菜 小菜 雞蛋就是 由於豬肉也還不錯 但是我看每一桌都很不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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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吃起來就是 可以說很... 你比較薄 你很薄 餡比較多 味道都沒變 都沒變 厲害了 你看它最重要是 就是清淺很乾淨耶 可以再吃 大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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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闆 謝謝... 他吃得挺 加他們... 這個醬是什麼 真的 應該甜辣醬吧 下面還有副一層油蔥 所以這一家電視 只要住台北的人 幾乎都知道 應該是老台北人都會知道 畢竟開月80年了 怎麼樣 它是甜的 它其實吃起來就是那種 最原始的那種味道 就甜辣甜辣 但是它的油蔥 就像很多的那種油脂的香味 而且一般如果你要統統感的話 都是用冰淨 所以一般的麵材都是用中筋 高筋的麵材就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它是想要再彈牙一點 但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每次桌都會有一碗混沌湯 它看起來很清淡對不對 對 這樣喝起來味道很好 真的嗎 剛好會融合在一起 對 就像剛剛客人說的 第一道 第一道 但是它的肉油不小 不像一般那種是珍珠混沌 肉很少 但是有放香油在裡面的感覺 一吃下去之後肉香不少 就不會跟這種混沌 比較是偏文青風的混沌 它可能比較不善良講話 所以你吃到那種混沌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是餛飩的 這種感覺 但這個餛飩是很有料的 這叫什麼 魷魚嗎 對... 好有嚼勁喔 乾魷魚 沒有 而且它是有咬勁的 我覺得反而因為乾魷魚 越嚼越嚼越香 它反而如果咬的時候 你會咬出它那種 它去那種風乾的那種 會有一種特殊的那種 它講到最後像干貝 對 魷魚翔備注的那種味道 真奇怪 已經很久沒有吃到 這個價錢了吧 在干貝 對啊 你這樣才65分 那還可以點一個小菜 對啊 人家是1000塊可以吃三道菜 這個可以吃100塊 可以啊 因為就攪拌嘛 乾液麵配一碗湯 你剛好120元 如果你不要攪拌 你就乾清湯 液麵30元 然後再加一個小菜 再加一個午餐 是100塊錢好不好 對啊 不要這樣子 我們是幫朋友做生日的 你看 那我生日 你都沒辦法過 我不要去了 我生日生日喔 我生日生日 我有看過你生日嗎 我講真的 我真的想打烈你 我打烈你 你知道嗎 給我吃 我有嚇到耶 因為我這麼不喜歡做蘑菇的 你這樣直接改良 那個杏仁 那個杏仁的調味怎麼樣 又不能剝到你的臉 要剝到你的肩膩 就挖過了這樣子 對啊 沒有... 我以為不要